这等大事 你怎么默默实实的就插话 太夫正愁找不到弹劾我的由头呢 震灾而已 又何难 那个 你叫什么来着 在夏慕容里 慕容里 这名字叫乖傲口的 本王以后换你叫阿里好了 是 赈灾之事 本王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 本王就交给你去办了 若是办得好 本王定当有赏 草民斗胆 想替墨县主 向王上讨个赏赐 什么赏赐 倘若我能够赏赐 把这个差事办好 王上可否把嘉诚俊 赏赐给墨县主 太夫大人 赈灾之事乃是大事 可不能再拖累啊 这王上天天不临朝 你得赶紧拿个主意 我们好去办哪 是啊 太夫大人 确实如此 您说咱这王上 有多少人没来上朝了 再等下去也白等 王上驾到 你说什么 王上驾到 王上驾到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裂班 快点裂班哪 裂班 参见王上 罢了罢了 王上 王上 赈灾之事可有定夺 都起来吧 谢王上 王上 赈灾之事 就交给墨岚去办吧 不过 你们得给他找几个帮手 他一个人啊 怕是不成 王上降旨 陈等一定配合 好 第一条嘛 先派人看量房屋倒塌情况 据实登记造册 等雨停了之后啊 才好修缮 这第二呢 要确定一下灾民的数量 也全部登记造册 好配合 每日发放口粮 这第三条嘛 派人看一下田地呀 河道呀 损毁的情况 该修修 不能让田地也跟着光沸了 是是是 老臣都记下了 另外 传旨下去 免加成据三年赴税 好让百姓也轻松些吧 吴王圣明